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協會 連續15年舉辦了愛心粽的發送活動 這個星期假日分別在吉安鄉和華蓮市 有發送1700份愛心粽給靜平弱勢家庭 市長魏嘉宴和縣緣魏嘉賢都到場幫忙 也感謝各界善心讓社會充滿溫暖 一大早志工們忙碌的包粽子 還有分袋包裝 這是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協會 連續15年在端午節前夕舉辦的愛心粽發送活動 花蓮縣紫五縣文教慈善協會 都會在端午節前將我們各界的愛心 不管是個人社團或者是公司行號 所協助我們要分送給我們所有花蓮的 這些需要接近的人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當中 昨天已經在吉安發送了600份粽子 那今天在我們花蓮市和平街這邊 我們打算要發送1100份的粽子 那很感謝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那在此也預祝我們的所有鄉親好朋友們 大家端節愉快 今年是我們第15年發放愛心粽 那也要感謝社會愛心人士的贊助幫忙 讓我們的植物縣每一年這種活動 跟愛心米的活動都很順利的完成 那也要感謝市長的協助 有的地方我們發送不到 也請市長公所的同仁幫我協助 讓我們能夠很順利 那也要真的感謝我們所有在場所有志工 還有里長們的幫忙 所以說有些敬平家庭的人 都需要他們的協助才有辦法拿到我們的愛心粽 在這裡還是要感謝所有愛心人士的幫忙 也祝大家加減愉快 市長魏嘉燕和先緣魏嘉賢也特別到場幫忙 感謝各界的善心 讓社會充滿溫暖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趙迪市長 還有我們所有植物縣慈善文教協會的所有會員夥伴 還有所有的捐贈的好朋友 在花蓮跟吉安兩個地方 來捐贈了非常多的愛心粽 那尤其是在地震過後 段午節的前夕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一個家庭 也急需一些生活物資 那看到植物縣文教協會的部分 長期來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滿滿的感動 也謝謝他們長期來照顧花蓮所有的一個做事戶 讓他們能夠在家節也能夠感受到滿滿的愛心 今年段午節植物縣文教慈善協會 分別在吉安鄉和花蓮市發送共1700份的愛心送 給淨貧、弱勢、家庭 協會表示會持續募集各界愛心 幫助更多需要被關懷的民眾 這裏會歡迎市報導